一,胆胃呕吐,妊娠早期,胃酸分泌减少因为排空时间延长,导致头晕,乏力,食欲不振,洗酸食物或烟物油腻,恶心,沉气呕吐等一系列反应,一般三个月后就会恢复正常,因此,准妈妈在食物的选择上,因你易消化,清淡为主,此时不应近视过于油腻滋补的食物,以免增加胃肠道的刺激, 一,富含碳水化合物,蛋白质,卫生素的食物应能首选,熟粥,豆浆,牛腩,薄粉,新鲜的蔬菜水果等,可上食多餐,但要有规律 二,乳房胀痛,自人身体八周起,受增多的雌激素和孕激素影响,乳腺腺泡及乳腺小液增生发育,使乳房逐渐更大,孕妇会感到乳房胀痛及乳头疼痛,除孕妇更为明显 准妈妈平时可以用干净的毛巾擦一下肚头,这样可以防止乳腺方面的疾病 每天的饮食保证摄取足够的蔬菜,多食番茄,胡萝卜,菜花,南瓜,大蒜,洋葱,卤笋,黄瓜,紫花,萝卜和一些绿叶蔬菜等,对维护乳房的健康,抑制乳腺疾病很有帮助,同时也可以减少疼痛感 三,尿瓶尿多,怀孕后出现尿瓶,主要是因为在怀孕期间,你体内的血液以及其他液体的数量增加,会导致更多的液体经过胜处里排入彷徨,成为尿液 随着孕期的推进,不断长大的宝宝会给你的彷徨施加更大的压力,彷徨里稍微进了点尿,就有排尿的感觉 怀孕后,母体的代谢产物增加,同时婴儿的代谢产物,也要由母体排出,婴儿大大增加了肾脏的工作量,使尿量增加 四,腰酸被痛,到了孕中后期,大约一半以上的准妈妈,为腰酸被痛,苦恼 其原因是由于怀孕后,随着骨疼发生变化和腹部增大,身体总是处于一个挺胸的姿势 长时间吃一种姿势,会造成腰痛,背部的肌肉不得不承受更多的重量来保持你身体的平衡 这样也会引起轻微的背痛,所以准妈妈不要吃肠肩膀去一种姿势,不要给背部增加不必要的负担 另外,在不合适当活动,可以预防被痛,苦,便秘加重 准妈妈怀孕后,孕集素水平升高,可以抑制肠蠕动,减入肠肠壁,绵长肠道太空时间 是使肠道内水分被肠壁吸收,氛坏干燥,增加排便困难 而且增大的子宫和胎儿的线路部位均会压迫肠道,增加排便阻力,结果导致便秘出现 因此准妈妈平时饮食要含有充足的水分,要多吃含鲜维素较多的新鲜蔬菜和水果 早晨起床后,先喝一杯温胎水,平时要养成良好的大便习惯 怀孕后,你的身体有没有发生这五种变化呢? 别担心,这些变化表示胎儿发育好着呢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感谢观看